程景一在一家私立小学教书 她带的班级每次年级考试都能拿第一 按学校的规定 先进的班级是有奖励的 每个同学可以任选五样零食 今年不知道啥原因 快到年底了 校长也没有发奖励 这天程景一在办公室批改试卷 校长过来巡视了 程老师 这次考试学生们成绩不错吧 还行 这时其他几个老师给程景一递眼色 程景一也心知肚明 笑着问 校长 今年的先进奖励还发码 同学们盼了好久了 今年的经济不紧切 我这不是为了省点经费吗 老师们无语了 程景一又鼓起勇气说 要是不发奖励了 同学们可能就不再那么用功了 校长表情立即严肃起来 哼 就知道吃 要是吃出什么毛病来 那还怎么向家长交代 程景一有点生气 埋头继续批改试卷 校长为了缓和气氛 就伸手拿起刚改过的试卷 仔细看了半天 皱着眉头说 程老师 你算错分数了吧 这学生错了好几道题 分数差还这么高 程景一接过试卷 笑了笑说 现在的学生不容易 快过年了 作为老师也没啥送他们的 就多给几分 当作给他们发了奖励 笑了 笑了